哈喽大家好,我们是地产秘密课 欢迎收听地产好学生 这一集呢,我们要来聊的是老屋装修 前阵子我们跟现象课程的学生见面的时候啊 他就有跟我们分享他的困扰 就是他家有一间屋邻50年的老公寓 不知道到底要不要重新把它翻新装修好 还是呢,要去直接换一个新房子好 其实啊,老屋比起新城屋在装修的难度跟复杂度呢 感觉都更高一些 那到底预算要怎么抓 我们要怎么把钱花在刀口上 然后又可以让家里从内而外焕然一新呢 这一集我们邀请到居家修缮共享平台 师虎来了的董事长陈洛杰Stacy来聊一聊 欢迎Stacy 大家好,我是Stacy 好,那我们就立刻来问你一下哦 请问对你们来说,这个几年以上的房子叫老屋啊 老屋常见的屋况问题又有哪些 因为其实我们根据政府的统计数据 30年以上都可以被称为老屋了 那像我们台北市超过30年以上 你知道高达百分之几吗? 85 哇 6都呢,其实也快7成 都是30年以上的老宅 对,那老屋其实不外乎就是会有一些问题 就是可能是格局动线的问题 因为可能家庭的成员不一样了 然后或是管线 然后或是线路 就是电线的问题 然后或是浴室啊,已经很老旧了 然后厨房 其实都是常常要翻新的问题 对 那到底要怎么判断自己家的屋况好不好? 是不是该翻修了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在家里已经住了超过30年以上 然后都没有做任何的 你说都没有做任何的维护就对 包括病压可能也不处理 对,然后你电线也没换过 可能从你小时候都做到现在 然后电线也没换过 那你以后还要继续住的话 建议就是要做翻新 因为其实30年以上 其实那些电线可能都被老鼠咬坏了 其实都还蛮危险的 你们会建议比如说像这个管线啊 电线这个纪念 翻新一次会比较好? 至少我觉得真的比较安全是20年 对,你20年其实就要做一些小整修 可以让你的以后的住的品质会更好 对,的确因为现在大家蛮多人 都是住在自己老家的 就是可能已经屋龄三四十年了 然后也不会去动他原本的管线 那甚至电线的部分也蛮危险的 因为可能他的那个家电的那个负载量 很容易就超标了 就之前就蛮多人是住在老房子 然后后来电线走火的 对啊,然后像很多像很多用 比如说用厨师机啊 然后或是用那些电暖机 对,然后你用久了 然后可能又接延长线 所以很容易造成火灾 对啊,因为其实以前的那个 电线的这个负载量 其实以前的那个法规是比较小的 对啊,那现在很多东西都需要用到电 是啊是啊 所以老旧的线路就会有点没办法复合 就比较容易发生危险 是的 那但是很多想要翻修老房子的人 他们就会很困扰啊 这个预算到底要怎么抓 这个主要项目的预算 到底又要怎么分配比较好呢 其实如果是我们以最简单 最简单的方式 你就抓一瓶大概十万块 一瓶十万 这个有这个不同程式的差距 当然有可能 因为十万块是我们都会出 像客人会说我家二十瓶要装潢 那你可能就会想说 那我们就会抓个两百万左右 那当然还会依照你可能要选择 你的设计风格 如果你要很奢华 或是很简易的 然后或是你需要有大设计师 来帮你做画设计图 那可能费用又不一样 那其实又会牵扯到 你所选的每一个产品的品牌信号 其实价差都会很大 所以我们一开始会先用 大概用十万块 比较大可以 就是比较可以很简易的去判断 那再来呢 如果是我自己在抓 比如说老物繁星 我会第一个 我会先用空间来抓 可能是浴室 你自己有抓个空间 浴室跟厨房 这两个我一定会独立出来 因为其实浴室跟厨房 基本上都一定会做的 那浴室通常 以我们在做翻新的话 我们的预算都会抓 十五到二十万左右 整间吗 一整间 其实 但是那种 其实价差就是落在 比如说你的马桶 你要选那个品牌 那个信号 就是品牌信号 其实价差大部分 都查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硬要选 那个一颗二十万的马桶 就没办法 你有那种 相经的百万的卫浴设备 也有 有 但是一般 如果是以我们的听众 比较不会选到那边 那可能 我们就是正常 可以做得起来 大概十五到二十 反而赛工那种规格 就不用了 对 当然我们就会 当然厨房可能会落在 二十到三十万左右 我们都会这样抓 其实这样你就知道说 你的浴室多少 那你的厨房多少 那再来呢 其实就会比较难 我们就会用 就是可以用 工相 可能有水电 我的油漆 然后像是 还有我的木座 等等的 我就用工相来分 那有些大家都知道说 我今天二十瓶 那我的油漆 可能会乘以 三点五倍 可能会落在 七八十瓶左右 那一瓶可能 是抓一千到一千五左右 那可以说 我油漆可能会落在 可能是二三十万左右 其实这样你把 每一个工相这样加一加 都要 你就大概知道说 你要花多少钱 那最后一个 就是我们的冷气设备 对 你冷气设备 你也是跟你 所挑选的品牌 也是有很大的差异 对 那通常就是在占所有预算 最大比例的会是那一块 基础工程 基础 对 你会看不到 就是你做完快乐 一大笔钱 发生说 我家有装潢啊 别像那些水电 其实这些是你看不到的 然后像其实你油漆 你油漆觉得说 好像也没什么感觉 但其实这一些 已经占了大概 二三十%以上了 就是还有什么 拆除清运这些 你根本都看不到的 对 所以老屋翻修 其实真的就是要 先油内再油外 因为体质要先打好 然后我们再来化妆 是这个概念 然后其实还想跟大家分享 剩下你一定要留 你会被追加的费用 这个San非常有感 被追到一个不要不要 他追的好多啊 是啊 所以你可能你原本 所以是给你报两百万 然后你的运算是两百万 嗯 那追加费用 通常会是什么样的情况 会需要追加费用 在我们家 我们家是不追加的 哦真的哦 我们家 所以你可以 像之前淡如姐 在我们家 其实有蛮 有装潢的两间 我们都没有给他 追加任何费用 但是其实在我们家 追加只有一个原则 就是除非是客人 他自己要换的 可能他突然想到 他原本是选A品牌 自己看到可能 B品牌更好 他要换的 那我们可以帮你换 但是我不会跟你说 你今天如果你没做 A的话 我B就不能做了 那我就要停工了 哦 这我们家是绝对不可能 发生的 就是你们还是有保留 一个弹性在 是的 因为我们都会跟 我们的师傅说 呃 我们报出去的价格 就是要帮客人 完工的价格 那那些风险 你摆在第一份报价 那里面 你就要评估了 嗯 除非是客人 他自己 他要求要做 变更的 我们才可以变更 这是我们家的原则 对 那如果是这种装潢费资金 没有办法一步到位 那通常那个装修的顺序呢 应该要怎么安排比较好 其实装修顺序 以我们家 2022年 在疫情最严峻 然后大家如果又想翻新的话 我们家第一名排名 你们知道是哪 是哪个部位 就是哪个空间吗 客厅吗 客厅吗 浴室 浴室 大家突然很想泡澡吗 其实大部分 如果真的想翻新 其实最有感的 就会是浴室跟厨房 这两个 因为浴室 你每天要洗澡 那里面又是有 可能又有水 那可能以前都是很老旧 用很老旧的浴缸 那你根本也不会在里面泡澡 有时候看到觉得 他有点 可怕 对 尤其那个马桶又很久了 对 所以如果在预算有限之下 大部分的人都会把 比如说把浴缸敲掉 直接做干湿分离 然后这是在我们家 是最长 就是第一名 那再来就是厨房 因为厨房 厨房就是你每天种油 种烟 然后就会有很多油垢 那妈妈在里面 就是煮饭觉得 重点是有很多 蟑螂跟老鼠 我们有遇过很多客人 是那种厨房 你一进去 又觉得说好像 好多米老鼠在里面 然后那种窗框里面 米老鼠 窗框里面都有超肥的 那个白蚁 所以共处了很久了 共处了很久 所以其实这两个空间 是在我们家去年 翻新排名第一跟第二名 我想问一下 通常就是如果 自己的老屋要做 局部的装潢 比如说你说的像 卫浴啊 或者厨房这样子 那通常这样子是 我们就没办法 租在里面了吗 大概时间会拉多久呢 如果是要 看您要翻新的空间大小 如果是全市的话 全市通常我们都会 抓大概三到四个月 就比较合理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 老屋翻新 有一个很重要 刚刚有讲到一个预算 你要想说 如果你真的要翻新 你不要住在里面 很多人他们都没有考量到 这一点 他们觉得说 他翻新住在里面 其实第一个 师傅他也不好施工 他们反而会报 更贵的价格 因为他要把 就是要搬来搬去 然后配合你的作息 那你自己也很痛苦 所以你可能要想说 这三个月 你是在那边租房子 或住饭店 那如果是只装修局部 比如说像是浴室这样的话 工程期大概要抓多久呢 浴室像我们之前帮 淡如姐第一次 是只翻新浴室 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就好了 算蛮快的啊 但是他也很痛苦 因为其实真的 因为你如果只要动到泥座 你整个家里 几乎全部都翻成了 其实你只要想 你动到泥座 然后师傅在打地 然后又要搬随你 其实那些让你 根本没办法 有生活品质 所以如果有需要 老屋翻修的话 其实就是 最好还是要同时找一个 先暂时落脚的地方 是 这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考量进去 那庄皇 其实最怕遇到 这个庄皇蟑螂 可以分享几个 常见的庄皇蟑螂的手法吗 我们也有客人来找 我们是他曾经遇过 庄皇蟑螂的 大部分你可能就是 只是去网络上 去Google 他很好的评价 然后看到他 有很多很好的作品 那你就找他来 然后就是给你 炒炒的 希望你赶快签约 给你报很低的价格 那你签约完之后呢 然后呢 你就付了三成定金 然后他开始进来拆了 拆了之后 然后他就会跟你说 哦我相信我要净料了 所以你要再付我 三成的定金 然后你又付了三成定金 其实你已经付了 六成定金 然后可能给你进来的 一两个礼拜 突然跟你说 我缺工 你要不要再 就是你要再补 一成或两成的金额进来 不然我的师傅 我找不到师傅 那你已经头都洗下去了 你要继续做吗 要 然后你要补另外 一成或两成的钱 进来之后 你就跑不见了 真的很多很多张子 所以你进去看的时候 师傅就是可能 就是一两个礼拜 才进来一天两天 然后你家里 其实就跟废墟一样 但是你要提高他 也没用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都是用那个假的公司名字 不是 因为他已经进来 帮你做采除了 所以他没有诈气 他有做 他有做 只是他没有继续做下去 变烂尾了 对 他没有诈气 那这种时候要怎么办 你要跟他打官司也可以 可是打官司的过程当中 你家什么都不能动了 所以其实 所以很多人就摸摸鼻子 然后就是只能求助无门 然后去报新闻媒体 就这样 然后只能 因为你已经付了 七八成的钱去了 你可能已经好几百万了 你只能继续找别的人 帮你做收尾而已 这还不一定有人会帮你收尾 其实 有些人怕一些纠纷 没错 其实我们之前有结果这种案例 但是我们 有一个是真的有顺利 帮他完工的 那其他 可能再来 因为他剩下的预算也不够了 那我们就要评估说 那要不要继续做下去 因为可能 他还是想做 他原本想要的设计 可是他预算就不够 那也没办法 就会摆在哪 那有人可能还造成 他心理的疾病 因为遇到这种事 真的是会很心烦 是真的 所以其实像 平均一个月都会有 一到两个案件 被新闻爆出来 是更多是没有被爆出来的 那Stacey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像这样 装潢的这种 case 他的付款的方式 应该是怎样 才是比较合理的 其实每一个人付款方式 不然 但是在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会签约 那签约完之后 我们会只会 先跟你收三成的定金 那我们是完工 验收之后 才收七成 这很佛心 因为其实大部分都是3331 对啊 因为中间施工的时候 就会一边收 是啊 就是3331 那一很多设计师 他也感觉就不收了 因为你验收其实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对 他也不收 所以他就前面九成 就是自己就先收走了 可是我们家是完工验收 才收七成 所以不可能 让你没办法不满意 因为不满意 我们师傅也收不到钱 对 其实所以 然后其实我们都很希望说 在看报价单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 每一个产品的品牌信号 因为很多人 很多设计师 他都给你报 比如说 一颗马桶 他就只有写马桶乘以一 那也没告诉你是什么马桶 那有会写品牌吗 还是 一定要品牌 因为你一颗马桶 比如说光凯撒 或头头的马桶 一颗可能从八千到五万的 所以很多人 他有些说 比如说 某一个品牌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什么等级的 偷偷自动马桶 就这样 其实那架杀都非常大 所以一定要把品牌信号 写得非常清楚 然后或者很多都用 仪式仪式带过 对 很多都会写仪式 对 那仪式是什么 因为可能你的仪式 跟我仪式的认知 是不一样的 可能我尤其仪式 可是我的仪式 可能我是连 可能我的阳台 或什么地方就都有 可是你的仪式是 只有客厅而已 所以我们认为说 你一定要把品牌型号 然后数量都非常重 一定要在报价单 要看得很清楚 那清楚之后 然后你要看你的 那个付款方式 然后如果你都确定 没问题了 再做签约 其实不要急着签约 因为很多设计师 他们都用很低的价格 然后先抢到案子 然后给你进场之后 再来加 对 是啊 所以也不一定是 一开始是最便宜的 到最后完工 还是是最便宜的 其实大家可能都要 把里面的戏 因为很多 其实装房里面 有很多美美嘎嘎 你一定要看好 所有的细节 对 好 我们今天也非常感谢 Stacy来跟我们分享 这么多老屋装修 必须要知道的知识 那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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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